大家还记得吗 台北市有一名国中生的家长 他曾经登报指控女儿遭到同学霸凌 在经过台北市教育局的调查后 确认这不是校园的霸凌事件 而是学生之间人际冲突处理的技巧不佳 而这名登报的家长表示 他对这个结果非常的失望 他不排除要透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主管教育单位的那些人 你们都长得同一条舌头 说一样的话 粉饰太平 越讲越生气 北市这名家长登报控诉女儿 遭到男同学霸凌 教育局三号说明调查结果 认定女学生虽然在校遭到辱骂 但因为都是单一事件 非长期遭到排挤 而且有反击行为 不构成校园霸凌 即认定为人际关系冲突处理不佳 双方都是互呛的 并不是长期有一方是低调 若是没有发生的 被完全处于挨打状态 被打到快要死了 像洪仲秋一样 才会有人要伸出援手 新的宝贝女儿被欺负 女学生母亲拿出同学骂人证据 还说早在12月23号 校方召开第27条会时 就已经知道结果 但调查委员不但在过程中 停止录音甚至还威胁 说如果要继续采法律途径 以后小孩如果要来念书 恐怕会不利 而且万一在学校受伤 也没人可帮你 让他感到相当害怕 我们停止录音 比较是因为我们想跟家长做一些柔性的劝告 我们今天只是挺身而出 告诉大家这个事实 不可以搞卷是对的吗 慧言辱骂同学 讥讽 嘲笑 这样子不叫霸凌 什么才叫霸凌 风风越有越烈 尽管北市已经认定并无霸凌 但认为受到委屈的女学生母亲 也考虑要对欺负女儿的学生提告 用法律途径捍卫权力